现在喜欢听播客的同学越来越多了 上一期给大家推荐的10个高质量英文播客 获得了大家的喜欢和点赞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 那这一期呢我们要来解决另外的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同学看到我推荐了这些高质量的播客 就问老师我真的听不太懂怎么办 有没有文本我可以参考呢 那首先当然确实存在这个情况 因为我给大家推荐的这10个高质量的英文播客呢 大部分都是属于信息密度知识密度非常大的播客 就是你能够听完了之后学到很多的东西 即使你可能并不是百分之百听懂 你能听懂个百分之七八十 你也能学到特别多的东西 非常有意思 真的能够达到那种我们用英文在学东西的状态 但是确实也存在着一部分同学 就是在听的过程当中 我真的也不确定我也没有听懂 或者我确定我很多东西我没有听懂 怎么办呢 跟大家讲一个注意的点 和推荐一个小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追求每一句话 或者每几句话我都一定要听懂 我们听播客主要练的是我们的范婷叫摩尔朵 摩尔朵练的是你对于已经掌握的单词短语句型的一个熟练的程度 所以呢你只需要大概的听懂它的意思就行了 通过慢慢的积累你就会发现 你能听懂的东西就越来越多 你能识别出来的声音单词发音也越来越多 所以先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心理压力 不需要每句话听懂 听懂大意即可 那第二个小工具呢就是解决 真的我连大意也听懂都有点困难 对吧 我也不想我白听 对不对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给大家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用的工具 这个工具呢就是一个手机app 叫snipt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来讲讲这个工具它的几个特点 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播客里面的内容 尤其适合新手小白的同学 或者你不知道去哪里听播客 其实也可以在这个APP里面听 不一定要在podcast那些app里面去听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打开一下这个app 然后你打开之后呢 你注册好了以后 它会有各种推荐根据你的兴趣爱好 你们会发现我上次推荐的十个英文播客里面 这个地方几乎全部都有 OK 所以呢 它就会给你更新它的每一期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我上次推荐的像什么Tap Talks Daily 还有包括NPR的一些节目 或者是Lax Friedman这些节目 还有Tim Ferriss都有都有 好 那我们怎么来用好这个app呢 给大家讲几遍 首先第一个 大家点进去这个节目 你开始点play 首先第一个特点 它是可以转换成完整的transcript 就是它的整个的播客的文字版 都是有的 所以你要是觉得哪些重要的部分 你真的有点听不懂 你是可以看它对应的这一个文本的 但是我再次强调 不要每句话都去看 不然你这个就不是在练听力 又变成在练阅读了 OK 那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功能 叫做Create Snip 点进去 你们就会发现呢 它的好处就是 AI自动生成整个播客的key takeaways 它会给你整理成三个 three key takeaways 就是三个你要听懂 这个播客里面的最重要的信息 所以你点进去可以看到 OK 它讲的主要呢 就是什么 Aeropress is a highly rated coffee maker with over 45,000 five star reviews 所以它会给你列出来 这一个播客的三个最核心的信息 那除了我刚刚讲的 这两个很好用的参考的功能之外 还有一个 你们会发现这个app 它是可以帮你把你的这个播客呀 分成很多个小的章节 比如说一个两分钟 一个五分钟这样的章节 因为像这个Huberman Lab 它一期的音频可能都三个小时了 你有的时候 你可能会忘记前面讲的东西 或者是 哎呀你真的你让我全部停下来 我可能最后啥都不太记得 对不对 所以它分成这样的小片段 小片段的好处呢 就是它也可以通过这样的小片段 你去create snapt 就是我也可以通过去概括这些 五分钟两分钟 它的这样的一些小片段里面的 三个关键的点 让你更好地理解这些小片段 然后最后帮助你更好地了解 整个播客的内容 看到这个是four key takeaways 有四个很重要的信息 这是这一期Huberman Lab里面讲的重要的一些内容 所以你可以参考 当然啦 这个APP它是全英文的 所以我觉得反而更好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用于中文播客 因为我这个里面没有订阅任何的中文播客 全部都是英文的播客 那英文的播客的话呢 正好它帮你概括的这些信息 如果你要真的实在是里面有生词啊 不了解的单词或者短语 你就自己可以去查 反正随时可以暂停嘛 所以其实这个APP就可以很好地解决我们担心自己听不懂播客的问题 非常适合刚刚入门的播客小白新手 但是一段时间以后 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渐渐地脱离这样的一些辅助性的工具 因为你过于依赖这些AI生成的内容 且不论它到底是不是准确了 你就养成了这个习惯之后 你自己就会停时思考嘛 本来应该你自己去概括 自己去总结 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的 你依赖于AI的话 那肯定对于你自己不是一件完全的好事 OK 好总结一下 这一个小小的APP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做的事情 首先第一个就是它有完整的播客的transcript 有完整的文本 所以呢如果有实在听不懂的地方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那第二个呢就是它可以把每一个播客分成不同的章节 两分钟五分钟 然后在这两分钟五分钟可以帮你AI生成一些key takeaways like three or four key takeaways 就三到四个重要的你需要去了解的要点 然后你可以听完了这个小片段之后核对一下 我到底理解的正不正确 那在用的过程当中 我再次提醒大家 首先第一个不要频繁的去查阅这一个文本 第二个呢就是我其实建议大家 你们如果刚刚入门有些东西听不太懂的话 你可以跟托付听闭的训练一样 官方建议过听着听着你可以暂停一下 暂停一下自己来回想一下 刚刚我听懂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以及预测一下 到后面可能会讲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这样帮助你更好的专注在你听的内容上面 而不是完全被动的在进行输入 你是可以有一些自己的输出 甚至速笔记都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一点要强调的是 它不是有AI生成的key takeaway吗 那我建议大家不要先看这个东西 而是你听完了这个两分钟五分钟的片段之后 自己先去总结概括一下 哪怕你在心里过一遍都是ok的 然后再去对应一下 它的这个AI生成的内容 看跟你的理解是否共和 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的 促进你自己的听理能力 还有理解能力 以及概括的能力了 这个小小的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而且是免费的 所以大胆放心的使用吧 发生了个小小小小的小小小的小小小水